作品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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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自然的 就说我在 绘画的这个过程中 从年轻的时候 因为我是做设计的工作 当时我做 在美边上面 经常画所谓的POP 所以 文字的 表达 尤其是在写那样子 我们叫做广告字的时候 是我一直非常熟人生巧的 甚至可以 变成我自己的 特殊的一个风格 所以我转到艺术来的时候 这个变成 我比较能够拿捏的一个方式 来表达 所以一直在文字系列 一直有 很有我自己的一个风格 在这上面 那因为文字系列 经常在写的时候 会有一种 形象的一个发生 尤其是在脸的 这个脸部的一个表达 文字跟脸部的一个表达 结合在一起 所以也在刚好在2007年的时候 Facebook 在整个市场上一个流行 所以那时候 我一直觉得就是说 很多的人 他为了要让别人 不晓得是他 所以他用一个符号去代表 那能够知道就是说 这是他 但是呢 他不是用真的人去表达 所以这个就是变成我一个 想象的一个空间 就是说可以去往这样子的一个 Facebook 这样子一个脸书的一个去 去创作 那我也画了一系列的这个 Facebook的这样子的一个图像 再下来就是因为 我在1996年的时候 我就开始画了所谓的这个 这个好色字图 那这个 就是这段时间隐藏了很久 那也慢慢的发酵 就是说我因为最近 也一直觉得这个 这个题目可以发挥的 所以我就再接上去 这个所谓的这个好色字图 这个系列 那到目前为止 也是我一直在 在创作的一个方向 自己好色字图的这个灵感 其实我想 每一个 每一个男的或女的 都有他的一个 不同的一些想法 那当然 我是把它当作一个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去表达 那自己就是说 怎么样去 产生这样子的灵感 我刚刚上面有提过 不管是从风景 不管是从实体的一个符号 做一个结合 这个是我一直在 切磋的 两方面去切磋 所以这个灵感的来临 我想是一个创作者 一个最基本的 所以对我来讲 它并不是一个 太困难的事情 我会跟着你 做一个事情 我会看 你会看 什么都会死定 我会看 你会看 你会看